在死后之内的七七四十九天 还没有定他是下地狱生人间 在很多经上说 造的恶业猛利不经过四十九天 这个断气那个神石就坠地狱了 是造的业很猛利 恶心猛利不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这是一般的 所以在死亡的人 在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时间内 他希望他的子女或者父母六亲眷属 给他做点福业 或者给他念念经 或请僧念念拜拜颤 但是世间无知 我遇见很多办红白喜事的时候 甚至和尚给人家念经吃荤 做席桌 那个摘桌摆席桌 红白喜事摆席桌 杀猪宰羊都如是 那有善知识致指说不可以杀生 都做素席 做素席就很好了 那就没有造这个业 特别是杀生业 这个大家应当劝我们的亲友 社会上不要做红白喜事包喜桌 现在遇着红白喜事 在自己家里做很少 都是到饭庄去酒店去做 特别杀小生物 鸭鱼生命无量的 咱们过去是杀猪宰羊 杀猪宰羊那个大动物命还有限的 特别鱼鳖虾蟹飞禽走兽 看社会上那夜就如是 过了适日之后 随夜受报 把这七七四十九天过了 那你造什么业定案了 受什么果报 这一定了案 千百岁就是千百万年 没有解脱的时候 若是犯了五无间罪 罪大地狱 那就千万一劫了 时间就不知道 永远受苦 点纱和婚宴所造的恶业 你知道吗 世间的人 看似聪明的不少 但是对英国法则 认识清楚的人并不多 英国法则的运行 并不以信不信为基础 它是自然规律 恶果成熟时所感受的痛苦 也不像我们想象中 那么轻轻松松 就像芝麻大小的树 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一样 杀害一个众生的果报 后世转据 是要为此偿还五百次生命 这在佛经中 有更多详细的开始 一 点纱是否为纱生 纱业导致煞气栽结 这个世间的一切劫难 都源自于杀业 战争 杀戮 猎杀动物 载食动物 血腥 怨怒之气 形成了人间的各种杀气 那么 怎样是一个完整的杀生行为 完整的杀生行为 具备四个因素 行为的对象 行为的意图 行为的本身 和行为的完成 也就是说 清楚地知道 所杀的对象 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然后产生了 想夺取他生命的意图 接着 亲自或者命令他人去杀 最后是达到了 夺取生命的目的 这四个条件都具备 就是一个完整的杀业 比如说 去餐馆里吃饭点杀 心里明确地知道 对象是一条活鱼 并产生了 想杀掉他吃肉的念头 这时 已经具备了 完整杀生行为中的 前两条 接着你付了钱 吩咐厨师杀了这条鱼 最后鱼被杀死 成为你的盘中餐 这时 完整杀生的行为 就具足了 如果四个条件中的 某几个不具备 比如只有想杀的对象 和想杀的念头 但是没有产生实际的行动 其结果也没有伤害到 其他的生命 这虽然也有过失 但不会承受完整杀生的果报 或者并没有具体的 杀害对象和杀的念头 但无意中 自己的行为伤害到了 其他众生 夺取了对方的生命 这样的行为也是杀生 但比完整杀生的果报要轻 二 婚宴所造的恶业 经常看见大家逢年过节 用杀鸡载鱼来庆祝节日 这其实并不是很明智的庆祝方式 我们短暂的快乐 不必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 有一次我接受居士们的供斋 有机会路过并目睹了一个盛当婚礼的宴请现场 在那些装饰得很漂亮的餐桌上 一条条鱼张着嘴躺在盘子里 还有全程一团团的虾 和切成一块块的螃蟹 积压的 这貌似喜庆的一幕 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那些被宰杀的生命可怜 那一对新人更可怜 这一次婚宴所造的恶业 如果没有修行的成就 许多辈子都还不清 很多人看不惯别人放生 一个重要原因是 这让他们不能完全心安理得地吃肉 那么吃肉算杀生吗? 佛经里有一个名词叫做三净肉 即没有亲眼看见是为自己杀 没有听到是为自己杀 不怀疑是为自己杀 这样的肉叫三净肉 吃三净肉不算杀生 但是吃三净肉的行为 会促进屠宰业的发展 间接制造更多的杀生 因而也是有果报的 蔬菜水果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说 蔬菜水果也是有生命的 佛教徒不忍伤害动物的生命 难道就忍心伤害植物吗? 的确 植物也有生命代谢 植物与动物的不同 其实一个词就能说明白 那就是性命 动物 极致佛教所说的众生 是指一条条性命 你不可以说一颗菠菜也有生命 但你不会认为盘中那颗菠菜 是一条性命 不是吗? 这其中的区别 你心里是明白的 这种区别也就是 有情众生和无情物的区别 佛陀对吃肉的果报 和吃素的功德 都有非常清晰的开始 只要是吃肉就会有果报 因此我们最好能吃素 有一次 偶然在学佛网上看到一张照片 一个身穿红装的新娘 提着一只桶 满心欢喜地 往水库里放生鱼 那么的慈悲柔和 让我印象深刻 照片下面的文字写道 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 不希望成为众生的死期 因为众生与我本是一体 我一定要办全素食婚宴 绝不伤害任何一个生命 我还要穿着新娘服大放生 让这些动物跟我一起欢喜 共同庆祝此生 吉祥如意 短短几句话 触动我内心深处 忍不住流泪 多么慈悲的新娘 多么殊胜的婚礼 如果仅仅为了两个人结婚 要让成千上万的动物 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我们还笑得出来吗 学佛以前鱼吃颠倒 已经造下堆积如山的恶业 如果结婚再大肆宰杀 背负千万条命债 只怕业障深重 万劫不复 如果一个人有心想要清净杀业 但是暂时做不到吃素怎么办 如果因为身体工作等原因 暂时做不到吃素 至少也要尽量避免吃活鱼 活鸡 活虾等活物 非要吃肉的话 只吃三净肉 否则一定不要吃 有的人习气重 每天都要吃肉 这样的人可以逐渐减少吃肉 比如现在每个月的佛菩萨节日吃素 然后在更长的时间里 比如神变月等坚持吃素 慢慢形成素食的习惯 一步一步来 直到最后彻底断除吃肉 吃全素的功德 是每一天每一餐日积月累的功德 相当于每天储蓄一个铜钱 这些积累起来的功德 才能够在当我们节数来临 冤亲债主来讨命时 能够拿得出来还 奉劝还未开始吃全素的铜修 千万不要等到生恶病 结束难逃时才许愿 菩萨无法随意改变因果 菩萨慈悲救度我们 也必须自己要有功德积攒的前提之下 帮我们利用这些功德抵消业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